体育期谈这期的话题比较简单粗暴 就是刚刚一盘散沙开翻航母的大巴黎 第一责任人到底是谁 我个人认为就是波切迪诺 如果说之前大家一直在给波切迪诺说一些适当的一些客观话来说 可能鉴于波切迪诺对于球队的整个管理时间不是太长 波切迪诺新赛季引员了这么多人需要新的战术去磨合 波切迪诺对于大牌球星的管理需要一个时间 但是这样多比赛过去了 十几场比赛过去了 大巴黎表现出来的不只是比分上不进入人意 更更讽刺更可悲的主要是比赛进程 如果说还想给波切迪诺说一些好话 你真的很难去想了 因为这些球员不差的 这些球员哪怕再差 他不可能说丢失了积分上的优势的同时 场面上被对方完全碾压 昨天的欧冠联赛莱比锡主场真的没有拿到三分 是巴黎运气太好了 大家认可吧 就是这么简单 这一波球员换其他的教练 再差也顶多差到这个水平 但是波叔做到 OK我们展开了说 第一部分就是 商庭没有上场的背国侠 梅西没有上 波切迪诺的这个遮胸部 也不能掩盖他本身在技战术层面的确实的混乱 不是说在帮梅西说话 我们就展客观事实 之前因为梅西最早没有技前训练 梅西上场的时间管 梅西上场之后 因为梅西的打法可能在适应 同时波切迪诺把梅西按下来之后 表面上又被媒体做文章有一定的矛盾 再到后面 梅西的跑动距离不多 因为伤病的影响 梅西最近的两个月 一直没有处于一个正常的风平舆论之中 所以在那个阶段 如果谈波切迪诺任何任何的战术层面的缺失 都会被认定为 你在帮梅西说话 不管是国外还是国内的这些评论人 对不对 但是现在梅西商庭或者说梅西没有上场的这几场比赛 波切迪诺的表现出的战术是什么 大家 波切迪诺丢失了在技战术层面的所有明确的方向的同时 积分榜的优势也丢掉 目前大巴黎在欧冠联赛里面积分排第二 下一场打曼城客场 要知道第一轮战胜曼城的时候是运气好 曼城有多少个必进球没有进 这场比赛能不能拿下曼城是一个问号 如果拿不下曼城最后一轮要跟布鲁日死磕 敢想象吗 大巴黎到今天要跟布鲁日这样的球队去争 出现名额 是何其讽刺 再告诉大家一个客观的数据 波切迪诺是近十年 卡塔尔土豪入住了之后 胜率最低的欧冠州教练 他目前只有40%的胜率 创造了历史新低 如果说胜率低 不足以体现波切迪诺现在的问题 最最讽刺的在哪里 波切迪诺现在带给球队的整体场面 就我们说的比赛进程 甚至不如布兰科时期 我们回味一下 近十年大巴黎的主教练 安切洛蒂 布兰科 包括我们说埃美里 包括图赫尔 包括今天的波切迪诺 波切迪诺比前四人打法都要难看 进球数全是最少的 他目前的战术就是 球星的个人能力 加上运气的加持 前几场比赛 每次到八十九 九十分钟一个投球 铁皮然四十五度炸炸到中间进球了 运气加持 当没有运气加持的时候 场面的这种被动就会体现在积分里面 这一轮完全展现了 当然如果从这一轮比赛里面 能体现出一个优点的话 那就是 梅西 幸亏没上 因为梅西上了 可能又要挨锅了 梅西没有上 反而为梅西证明了 他不是这个俱乐部现在战术层面的独流 因为谈独流的同时 你得给他一定的核心地位 打法地位 他现在的持球几乎是近十五年 俱乐部持球时间最短的 怎么来带来威胁 所以这本来就是一个伪命题 所以第一部分 梅西不应该为波吉迪诺目前的战术 我们说评级 而去买单 也不应该去背锅